英國皇廚凱德王妃不下座車 手拿典雅黑色皮包 她可是出自我們台灣設計師之手 台詞王家 王文陽的女兒 Grace 王思涵 凱德王妃好愛這款包 疫情間出席鼓舞民眾時 甚至女王追思會議這沉重場合 到後來代表王室出訪威爾斯 五度拎著 王思涵這包叫Later Love 是英國情書包 像以前書信用來傳遞無私的愛 凱德王妃用這傳遞温暖 給大眾 感動到的包含王思涵本人 開幕的時候剛好遇到疫情 所以那時候其實是很想放棄 很多的挫折 當凱德王妃拿的時候 我那天是一大早看到了新聞 然後就躲在廁所痛哭 設計和努力被看見 Grace 急急而泣 還有個原因 她的作品夾著許多對媽媽的愛 因為踏入皮革設計這條路 媽媽就是她的啟蒙者 第一個包包 你第一個手作包包 就是要獻給媽媽對不對 雖然那時候她已經不在了 其實後來回想起來才發現 原來這些美學都跟媽媽是息息相關 王思涵的品牌Grace Hand 從2011年創立 她的作品中有個經典 皮革百折包 你看這橫向20公分的百折包 得用120公分的皮革熨燙 成本重難度高 起初沒什麼常想理她 蜿蜒設計錄前段時間 也首度在台灣以展覽形態讓大家看 爸爸王文揚她也到場 她到現在有時候還在抱怨說 大學選擇經濟系 選擇錯誤是我叫她選的 哈哈哈哈 所以她經濟系畢業以後 就到朋友的皮包場 從基層做起 從基層學做皮包 王思涵說學徒那時沒人看好她 覺得千金怎麼做得久 整個心路歷程在節目中回顧 特別接受主持人莊凱文的專訪介紹 後來才發現說 是他們私底下幾個同仁在打賭 說啊這位千金應該 一個禮拜一定就做不下去 一個禮拜 對 打賭一個禮拜 是 結果大家都數 她的爸爸王文揚 對掌上明珠的堅持和努力 雖然不捨卻也驕傲 TV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